两千年都同根同源嘛 我觉得大家的生活习俗其实都差不多 爱好也差不多 同根同源有包括民主自由吗 我现在被港独威胁 我现在被港独 到你们现在领事怀 是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的 兄弟们我从现在开始 不会抵制任何东西 像我们普通老百姓 一个月工资才这么点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昨天小粉红在台湾失眼 以中共的立场喊出了中国台北 连奥会标准都是喊中华台北 不信你们去看 就连中国的杭州亚运会 现场广播 是不是喊中华台北 但央视的转播跟小粉红 执意还是要喊中国台北 那今天啊 这些小粉红们参访台大 被我们台大的学生给抗议了 好样的 不亏是台大的学生啊 而马英九基金会的主任 还大言不惨地表示 这个叫做言论自由 我想问一下 站在中共立场喊出的中国台北 加入过共产党 加入过共青团 也加入过少先队 而他们说了这种言论是 附和着恐吓强迫 武统军演的立场 要统一台湾的中国台北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台北 这样叫做言论自由吗 那我们以后 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模式 在恐吓他人的全家的前提之下 若不接受我的统治与服从 我不排除武力统治你家 你反抗就是你在叛乱 你反抗就代表也是这个 反八九分子 所以你在割裂整个社会 所以你应该叫做八九的子民 八九的臣民 这也是言论自由对吧 谢谢贵党让我上了一课 关于言论自由的定义哈 不仅小粉豪们大闹我们台湾以外 前几天也有一群中国留学生 大闹英国的香港人聚会 这群香港人啊 近期在英国举办了抗议民主派 47人被中共判刑的事情啊 突然有一群中国留学生 泼洒手上的饮料 到香港的义工身上 甚至还破坏标语啊 结果这群港人就上前 与小粉豪们理论辩论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什么叫中国了 叫啦叫啦 冒军踏到你们香港的地方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什么叫中国了 叫啦叫啦 我们已经叫警察 你问一下他 是不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子 你问英文 你知道英文怎么讲英文吗 你上面两期写得到中文 你知道英文怎么讲英文吗 喂 这问题啊 子达滚啊 后面吗 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什么身份证判 你是香港人 你是香港人 你不是香港人 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是吧 在那边 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 你是中国人 那你为什么在英国 你中国人为什么在英国嘛 对吧 你反奉他们是中国香港人 为什么要讲英文不讲中文 那你身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你为什么在英国 对吧 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是这样 然后小粉豪的签遍语就是 啊解放军来 你就知道了 你看这是我刚前面说的 全部都是以这种恐吓为论调 即便前天那个上海复旦的学生 没有讲出 而要解放军无统理 但他讲的这个中国台北的定义 不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的 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不就是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而他们一直在整顿火箭军 而火箭军是对台湾的王牌 不是吗 所以为什么火箭军司令 2003年的上一任跟这一任 全部被查 啊不就是他要打台湾吗 所以你还支持这样的论调 那这不是恐吓吗 那非常搞笑的是 小粉豪各个都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 问他要不要上战场 问他要不要上啊不是还有解放军吗 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轮不到我上啊 这名粉红可能估计 连枪都没碰过 这让我想起啊 今年伦敦车站 钢琴家布兰登 也是被一群小粉红痛呛 这里是英国 他们却一直拿中国的法律说事 一直拿中国的标准说事 更何况明明是这群中国粉红啊 你主动对别人泼饮料 痛呛别人这个港独 什么分裂中国 那你还接受不了他人对你拍摄搜证是吗 不要这么没走嘛 想想 呃 在九月份的时候 不是两个中国路客 在西门町大闹香港人聚会 差不多的性质嘛 不然就是看到哪里有举台湾起的 也是把他撕下 不然就是想尽办法吃人家豆腐 说你是中国人 你永远是中国人 你 我拜托你不要再诅咒别人了好不好 这是最恶毒的诅咒啊 你自己要当你自己去当就好了 我跟你说啊 今天如果不是以马办的名义邀请这些粉红学生来 如果他们是自由行的来的话呢 我是一亲来的话 我估计他们的立场啊 绝对会大闹台湾然后讲出一堆干话 他们是一类人啊 我认识且友善的中国人啊 是尊重各自选择的 不然为什么我在欧美日韩 这么多的中国朋友 而这种粉红他不配做中国人 他们的存在都是在给中国抹黑 更暖心的还有什么呢 这群中国留学生 气不过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 要求大使馆庇护他们 处理这个就地政法这些港独分子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你们现在一直躺在我身边 你们两个人一直躺在我身边 哦行 那就是找警察来处理对吧 哦行 那现在我去最近的大使馆 才不可以 那你就给我说一个 你们可以解决的方法 那中国使馆它可以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 请告诉我 这就是没啥作用的 你不要入我啊 我没那你倾向的 那我问你个问题 OK 所以你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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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这么久 你终于知道 中国大使馆只是摆设了吼 终于知道中国大使馆 是在派辅导员 建立群组 以关心的名义啊 去控制你们日流学生 实际上啊 会关注你们 会呼吁你们 别去参加一些所谓的台独或港独的聚会 比如说明天有拿了挺土拨的啊 挺这个什么维吾尔的这个聚会啊 千万不要去啊 赖清德要来了是吧 蔡英文要来了是吧 注意啊千万别去啊 是吧 这些群组都要早就都被曝光了 各个国家都有这种 中国大使馆名义建立的群组 比如说 美国加拿大也有 北美留学生群组 对吧 这个就是妥妥的 中国官方 中国大使馆 有介入的 半官方性质的组织 是吧 或者是什么 习近平或是中共 某些高官来访的时候 会让你们去当走路工 申员 然后再从中 比如说要给你50美金 最后到手剩20美金 甚至还有人说 蛤有钱了 我都不知道耶 其他别无用处 奇怪了 你当中国人这么久了 接受共产党的统治这么久了 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呢 而且这根本就不是个案啊 我频道分享了 不晓得有五六七十条这种 中国大使馆拒绝援助中国人民的影片 我印象啊 就光今年啊 一个驻日大使馆的 驻蒙古大使馆的 驻俄大使馆的 驻美大使馆的 驻伊朗大使馆的 驻叙利亚大使馆的 现在又多一个驻英大使馆 你要几个 你一年就 我看到的就七个 我没看到的呢 当然啊 这名中国留学生 跟英国警方解释 是自己不小心打翻的奶型在地上 没有打到他身上 哎呀 你就这么刚好打翻饮料 然后倒在地上的时候 又不小心挪到他身上 而且这么刚好 你也讨厌港独 你这么爱中共 我真心看不起你们这群生物耶 真的敢做不敢当 先前不是传出一堆小粉红抵制日商 优衣库 结果那几周就爆出什么 中国制羽绒衣 集体翻车 卫生面也大翻车 连牙膏都大翻车 对吧 所以干脆不抵制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一名中国网友自白片 兄弟们我从现在开始不会抵制任何东西 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工资才这么点钱 还有空抵制这个抵制那个 优衣库的衣服 我就是喜欢价格经济实惠 而且质量还可以 我们反观国内 有些什么号称国货之光的某您 买件衣服要多少贵 其他还有什么某他某波士 价格真的是贵 我们老百姓买不起 在抵制别人之前 我们先把自己的卫生巾羽绒服羽绒被 搞搞清楚这些事情解决了 再来谈抵制不抵制 说其实话我宁愿被敌人给宰 也不愿意被自己人给被刺 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 有可能经常看我视频的 有可能知道这件衣服 它其实出镜次数挺多的 它就是优衣库的 买了四五年的 至然还是很好的 所以说像这种老百姓的衣服 价格经济实惠 穿了好看就行 看完这个有没有感觉心暖暖的 更暖心的是下面的留言 带大家来读一下 发现这两年的李宁衣服越来越贵了 确实这么贵根本买不起我太穷了 说得好呀 越来越喜欢身兼娘舅 世界价值观人生观都好正啊 以前我是没有钱穿爱迪达 现在是没钱才能穿爱迪达 很少点赞 不过你这个太正的量了 必须点赞 有道理 自己国家的国后价格 老式越来越高 服装简直暴利 中国李宁 我老公买了个帽T 1299元人民币 买个羽绒卵肩小2000人民币 棒棒的明白人 今天我看到最舒服的一条视频了 地摊上买的不到100块就能搞定 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接着带大家一一来点评 近期有一名中国博主叫做 555宇森 他发布了一条影片 在描述中国的大环境 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30几岁被裁员 一个人干十几个人的工作 还得干副业 然后加班996 单休 不放假又要延迟退休 网路上又吹 中国科技越来越进步 中国国力越来越牛逼 经济却越来越差 还通缩 GDP10年翻一次 但我为什么收入减少了呢? 为什么再通缩呢? 目前这条影片跟评论 全部被平台清空 动态是清零 我们带大家来点评一下这段影片 工作都上哪儿去了? 我特纳闷 工作都上哪儿去了? 硬介收硬介收 找不着工作 35 36 干好好被裁员 我票出来每天都有优化离职的 毕业仲裁了 我们公司就我们这场 隔几天少几个隔几天少几个 每里面一程班 我们看这新空主的工卫叫瑟瑟发抖 这公司是不是闹妖精 每礼白你杀几个借天 都杀这么久怎么还不盈利 下礼拜是不是轮到我了? 我就纳闷人不是越来越少 怎么工作越来越难找 老龄化不是严重 毕业生一点没少 世界不是草台班的没用 专业人怎么不找 有人跟我说 因为小企业倒闭的多了 大厂都不想给钱了 AI开始占体人工了 大学生要求太高了 经济增长放缓了 产业结构升级了 那你让我们退休了 你让他放假 你别让他担心我 你别让他一人干两个 456789个人的活 还得干副业 要卷又担休 又不放假又延迟退休 哀鸿片也怨声载道 你都让你没工作人参与的 他们是真的发生肺火的响卷 现在好多人一说年轻人找不着工作 来进去 站着说话不要头 还是吃不了口 还是不够努力 还是脱不下长城 还是飘三井苏 脱下了长山 打罗斯都能六七千 宿外卖都越入国外 你是你就是你拖来自治 甭肠肝 你拖来自治 谁叫你这么说话 自我以下阶级分明 自我以上人人平等 你是什么的飞水链 就叫我活的你这坎上的 天天舔着来 职业不分贵账 职业真的不分贵账吗 职业不分贵账 为什么公司分贵账 为什么有人开房门有人骑律 为什么有人就一万有人就拿钱 职业如果不分贵账 那就说明有些人 是真的见 找不着工作的各位 我给您一点建议 就是帮听过来人建议 不见证下在你找不着得着工作 跟努力没关系 甚至跟你也都没关系 这就是时代本来的面目 这些年 事件慢慢露出了它锋利的爪牙 都出一种越有力越倒霉的信号 您好好学习出国读书 毕业翻行业都脱下 喝没就没了 工作了想上线虚个安别 好几十万花出去 简历就多一行字 该有话你还有话 省持钱用贷款买房想要不价吗 又给钱包抄赶紧 又们烂费又们优责 说我做到理财做投资想跑赢了通账 不买千钱甲一百花花的律 说我大丈夫怎能九居圆下 我要奋斗 我要创业 又卖车又敌房又上 征信又被执行 这世界跟麦琳似的就怎么着都不行 不挣吧还好歹越挣吧 死越快 早知道这人我跟家啃老多好啊 不买房不结婚 不生孩子不创业 吃家也喝家也躺 靠着玩手机 又给爹妈省钱还不需要省位多大 真正的安全省大 维护了长治久 为什么突然这么久了 为什么大家都焦虑了 为什么摆烂折磨 为什么全都想躺平了 因为真累啊 好像突然有一个业度 所有人都明白过 钱是改变一切的唯一手法 爱情知识经验技能都是挣钱的负责品 只有钱才是唯一的大量 所以所有的目标都变成有钱 所有的目标都成了省案 所以我们只能打破脑袋 往同一角路上去 然后发现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他们堵死了 实在找不着工作的时候 停下来问问自己 我们收下来就是为上班的吗 世界上真有这么多工作吗 有工作就能挣着钱吗 那驴生就是为拉磨 真有那么多磨吗 拉完了磨的驴就不宰了吗 拉多少磨才可以不当驴呀 有人说那你得先努力拉才有机会 养驴的人会给驴机会吗 养驴的人会给驴养老送工吗 养驴的人会用豆瓶磨膀膀的母驴拴住你 但是一定是为了让你挖墨而不是让你变成人 人口红利 老子就是那个红利 不全大职老子不是那个大职 占着资源的 说年轻人不努力 吃着红利的说你拿命换的钱太多 做外卖小孩越来越年轻 摆摊的小姐这个越来越好看 低来的快车越来越多不直播马 硬拼的人年纪越来越大全力越来越高 工资却越要越低 周大愚愤怒 咬紧牙关拼的准利 你却伤不了这世界的半个汗 真不是现在的 不 反而就是现在的人 他就被老子说 天地不仁 你万物没出口 那修怪出口不业 却也打烟了天地和我注定他 那我他们也要钻铺一点驴 我不要稳定的斗驴 抓红个驴头眼前的我 我安排好的母驴 我要撒话 我要大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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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着草原长什么样 我要尝尝西北风是什么味道 我要闻闻露水是什么滋味道 我要尝尝严鱼叫起来 是什么生驴治疗 我什么都不要 就没人能拿电话 去你妈的过 老头不当驴 所以你说体重的到底 怎么着才能不懂 中国人 讲中国式 在中国平台都可以被清空了 你跟我谈什么来台湾交流 他们在自己国家都不能说话 你跟我说来台湾交流个屁 交流给你个头 现在中国使用率这么高 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可以给人 有工作机会了 公司为了节省成本 一个人当三四个人用 在台湾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差不多了吧 谁想跟你加班 在中国你不加班 你试试 你就没有这个工作了 越路多少 低一点的两三千 平均一点五六千 这个是什么 单休换来的 就是每天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换来的 不要跟我扯 你们中国经济怎么样 自己心里没有点必须吗 而且他说了一段 掏空六代的钱包 掏空六个钱包 这非常真实 这个是代指巴黎年代的中国人 因为赶上了这个人口红利 以及加入世贸后 带来的机运 有钱了起来 并且也有上一代 省吃减用的 夫妻双方父母的 积蓄来兜底 还可以继续跟银行贷款 因为那个时候 刚加入世贸 这个外商进来投资 经济蓬勃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批人赶上了红利时代 在中年之后 开始在海外 或是在中国 呈现爆发户的状态 对吧 中国大妈也是那个时候 殃命例外 而这批人他有了底气 有了底气 也就开很多高杠杆 借很多贷款 现在是中国经济通缩 生育率下滑 收入减少 外商投资也是锐减 消费降级 还要被制裁很多关税 包含你们俄罗斯也制裁了中国关税 更没有新生代的人 去承接上一代的贷款 所以中国经济要如何解套 日本在面临通缩的时候 还没有你中国面临通缩 这么惨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小姐的 拜